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以加钱指数的日K线来看 这一波从低点反弹以来 刚好是第八天 那么如果你喜欢用隔天算的投资朋友 大概就是反弹的第七天 那么不论是第七天或是第八天 以成交量的角度来看 目前的反弹都是走一个量缩的反弹 那量缩反弹什么时候结束 当然就是出量的时候 它毕竟是一个反弹 所以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我们这几天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当弱骨已经提早建高点了 那么请你务必把握空点跟卖点 当然你今天看到盘面上面 感觉好像说 有点大失所望 因为昨天你可以归咎于外资还在放假嘛 对不对 那成交量说好像很正常 可是你今天看到台股的成交量又不到600亿 今天的成交量多少 559亿 那就代表了一件事情 外资也还没有回头要做台股 那没有回头做台股 那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今天就是个股的表现 那个股的表现就很重要咯 如果这一波你手中的股票 这一波有小小的反弹 尤其是最近很流行一些 跌升反弹的股票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少赔一点 在反弹的相对高点 把它给出掉 如果你不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那么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其实我觉得还蛮雷同的啦 这是去年统计的资料 来 产淡的封关 那么去年六都的移转动数 年减16.6% 这个非常的恐怖 那表示说房市这个价格啊 去年年减16.6% 表示说交易是非常的清淡 那我看到这则新闻 其实台股股市的走法 如果你套到中小型股 就跟你在四五年前 买到房子的相对高价 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价格它是走缓跌 从蛋白区跌到什么 蛋壳区 然后呢再跌回蛋黄区 就是说当整个价格过高的时候 如果你买到相对高点 你苦等三四年 结果价格它是走慢性盘跌 它也不会跟你急杀 可是问题是你就是套在那边 那我觉得房市的走法 跟套牢小股票应该是雷同的啦 就是如果你在之前 尤其是之前我们在台股 940.430点的时候 讲过说如果你有很多中小型股 高档爆量了 见到力多了 请你记得一旦破你自己设定的支撑 想都不要想先走 那如果你不走 你会发现后面你想要让它回头 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就想到我们股市嘛 毕竟我们是股票分析师 那么就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当技术形态 当力多发酵完毕的时候 现在的台股走量说 就如同你中小型股要走盘跌是一样的道理 我记得我在3月23号的时候讲过凯胜 这个走法 这个走法 后面有反弹 急杀之后走盘整的反弹 对不对 可是反弹如果你不出 后面发生什么事 后面他就再杀一段 那你看 他从3月见高点 到11月23号附近 看到77块钱附近 这一段的过程 其实你把这一段扣掉 它是非常冗长的 这个就跟房市是一样的道理 房市也是见高点之后 先杀一段 反弹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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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慢性盘跌的过程里面 通常会让投资朋友 非常的犹豫不决 如果你说 像那个葡萄王这样子 连续跳空下来 你不得不停损 那就算了 可是我遇到很多投资朋友是 我手中的股票 它是走盘跌 那每次的盘跌 你看到指数一涨 你就会认为 我有希望 少赔一点 可是问题是 每次反弹完之后 我的股价怎么又破底了 所以我之前在讲 个股的时候我谈过 我说指数不是重点 只要外资不弃手台股 这么自由的市场 想涨就涨 想跌就跌 对不对 但是你手中的个股 一旦走出这种形态 反弹的幅度不会太高 如果反弹你不出 下面又是哪一段 所以我在农历风光的时候 看到台股股是这样子走 其实我蛮替大家担心的 就是说 每个人都会预期 接下来台股 好像进线站上了 好像相对有称了 可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成交量 你看 从见低点之后 这一天开始 这一天台股最低点是9078点 反弹到今天也200多点了 对不对 9286点 那反弹的这8天的过程里面 你看到台股的成交量 是明显 明显 萎缩的 那量缩的反弹 就代表着 能够反弹到你手上的股票的几率 是相对低的嘛 因为如果成交量它是扩大的 今天涨完这一支 明天涨另外一支 可能量就滚大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 它是走一个量缩的 表示它能动用的族群 它能动用的全支股 用完了 指数拉上来了 大概就没了 所以我说 目前对投资朋友 你最危险的事情是 不是指数的涨或跌 是你个股上面的走盘跌 反弹力道薄弱 接下来只要风吹草动 又准备破底 所以之前从高档这样子震下来 其实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这一波涨的是金融传产 下来也是金融传产 上来又不关电子的事 那电子股就是弱势 如果它是一个弱势结构 那你手中持有的是弱势族群 电子股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危机是越来越重 所以我们之前台股建造9430店 后面谈到结构的问题 我相信 涨上来五感创高 是很多人共同的心态 这创新高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涨金融涨钢铁 对不对 结果一下来不得了 电子又走落 所以我说 当整个心力封关的时候 说在9253店 昨天涨 今天你再涨 越涨量越缩 那他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去年的联均量 还有700多亿 如果按照这种发展下去 说不定 今年一整年的联均量 给你跌破 650亿都有可能 当然是不可能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那台股会走慢性盘跌 那会非常恐怖 因为出货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急拉 创高爆量 那个是最完美的 那高档盘整大概一两个月 就宣报结束行情 就下来了 那另外一种是 你的成本 跟你想要出的价格 跟市场的成交量搭不上来 那你就只能用时间 来换取筹码的消化 那就会变成一个盘头的结构 可能你要花半年 可能你要花更久的时间 才能够把货出掉 所以 现在外资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这波从台股低点看到之后 7999点一路往上买 买到这边才稍微调整一下而已 哇 电子股急杀 爆量了 那没办法就只要再回头过去 付什么 付金融穿产 可是问题是 这样子一来一回的筹码 虽然指数在高档震荡 但是 结构已经变成一个空头结构了 所以我之前讲过 解铃环区细铃人 如果台北股市电子股不涨 高价股转落 那各位投资朋友 对你来讲是绝对的危机 因为金融传产 我把它视之为串场而已 并不是真的主流 所以当电子股走落的时候 我都告诉过你 破线之后的反弹 顶多到这边 因为这是一个大形态的什么 假突破 真拉回 后面电子指数来到季线附近 开始整理 我昨天还特别提到 我说如果这边是1 那么这边就是3 以成交量的角度来看 这个叫弱势反弹 弱势反弹 电子指数的季线再往下弯 所以对我来讲 如果你现在任意的去追价 个股有利多的 那么你要去特别留意 会不会随时去追到高点 就好像今天 有一些股票有利多出来 那么我们当然是要检视它的走势 譬如说像3035的资源 今天发出利多对不对 最近都流行这种股票 破底之后翻 翻完之后给你发一个利多 结果呢今天就开始爆量 那我当然对于资源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你要空中股票就比较辛苦 但是他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目前的电子股都在走这种形态的 那表示什么 市场的资金就只敢去挑 跌生反弹的股票 那意味着什么 台股往上冲的过程里面 如果没有连续创新高的族群或个股 那就表示 资金上面是非常保守的 每天都有交易 当然股价会跳 就会有人玩 可是当玩的人越来越保守 做的线越来越短 那就表示一件事情 现在的行情 反弹到时间波的尾声 随时会带量做下一波的表态 当然方向是往下 所以你要控什么样的个股 谢谢大家之后 我再告诉你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眼部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常识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赋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真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赋 运达投赋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赋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穿施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选择 CHOOSE YOU ONLINE 额排七米床 现在中途无人减啦 我用我的大黄风 带你来转 变成金刚 好 好想啦 只要人家开车出事 保险公司的在背上收海人了后 高庄造势者托利败金 而且无法的又计划一条 哦 够大黄风的都把我们坐上去啦 喝酒开车最危险 海人海技无法限 回到现场 那么这一波我们从去年 7月18号台股站上9000点 到今天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请你有中小型股 或者是电子股 套牢的 请你务必小心 因为台股它是一个空头的结构 对你来讲 会越来越不利 台股站上9000点 我们说熊出没 对不对 后面涨到9200点 后面涨到9399点 我的看法都一样 请你避开风险 当时你看到川普一当选 台股立刻大震荡 对不对 我们已经收割了 我们已经收割了 你看到空单有这么大的空间 现在台股一样在高档震荡 那我的看法当然不会改变 因为真正的风暴 或许就在月底之前 就陆陆续续引爆了 我今天观察高架股 我今天最夯的族群 大概就是太阳能 那太阳能的股王是这一档 硕河 从773块钱 跌到334块钱 最近打了一个底往上勾 对不对 这不就是摆明了是跌升反弹吗 那你去看之前强势的高架股 这档股票之前还蛮热门的 那么最近没有人再提了 来 300多块钱 翼峰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当它从198块钱涨到411块的时候 破一次际线 破两次际线 开始走落 拉 跌升反弹 出 高档转弱 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攻击的结构了 它是一个弱势的结构 所以如果你问我 有些高档转弱的 过去有出过力多的 我们都回过头来检视嘛 来 神盾 123块钱飙到296块 法人认养 对不对 那认养之后再涨就没事 认养之后开始出事 那我们就要去想 为什么 所以 很多时候你在看盘面现象的时候 不要因为指数而影响你的判断 反而你要因为指数去判别 那我手中的股票是相对强势 还是相对弱势 当然我今天不会告诉你说 哇 如果你要做多就一定要太阳冷 我觉得那是不对的 太阳冷产业你要自己小心 只有一档再持续创新高 一档创新高带动其他的反弹 那你认为会走多久 好 来 画我带到这边 所以高架谷是一个多杀多的族群 盘跌之后几跌 几跌之后反弹 盘跌之后再跌 这叫轮动轮跌 这是熊的族群 熊的族群 所以我之前在讲 今天葡萄王十字库长谷打开 可是问题是 你回头过去想 当时如果你在12月7号看到利多跳进去的 你在昨天 168块半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相信一般的散户会选择 都跌那么深了嘛 对不对 282块钱跌到168 不得了 100 一十几块钱不见了 那我再加码摊平一次好了 结果你看到昨天 外资 外资 居然还在大幅度的停损 那你说 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昨天单一天 昨天单一天 外资减少1400张的筹码 可是他手上还有多少张 还有这么多 那表示什么 今天十四库长谷如果你去抢 短线上你会认为 好像对了 可是 十四库长谷的range有多大 你又没有仔细看新闻 来 要买三千张库长谷 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你要去看一些细节 十四库长谷的区间在 118到349 哇 这区间也太大了吧 而且 宣布库长谷 我相信你在股票市场这么久 你一定有过一些经验 就是某些公司跟你十四库长谷 他不一定会买 因为我说我要买 就像我今天我告诉你 我要做多一档股票 我说我要做多 但是我真的买了吗 不一定会买喔 所以你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 但是 当然今天市场对于葡萄王的 看法就是跌身反弹啊 我的看法是跌身反弹而已 可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如果你当初不小的风险 你套在这里 你面临一个紧急的 或者是预先已经有人知道的 你看这外资多聪明 预先已经知道的利空 那你该怎么样去做 高档暴力多的 一档一档 我们之前空过很多的代表作 当时看起来都是绝对多头 我举个例子 当时宏盛从15块3毛5 涨到61块 哇 大多头 对不对 那我在这边告诉你我空 我这边我再加码空一次 当时我们就告诉你 中小型股 小心利多爆量多杀多 结果这一档股票从高档翻转 一路下来我们做了四趟 价差单是37% 波段单是31% 在40块3毛钱全部回补 那你去想 这边看起来像超级多头 怎么后面会一叠叠三成 不只有这一档啊 当时我们在空星象的时候 我空263275 后面我们来回做三趟 一趟 两趟 三趟 我赚了88块钱价差 结果 你去想 3293的心象 很多人在等待 你问徐老师 那你要不要空地四趟 要不要空地四趟 我还没出手 但是不代表我不会出手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最近去空他的 你去跟我们的操作来比 是不是就差了一截了 对不对 我没有补在最低点啦 我刚好补在这一天 来 破底这一天 破底这一天我补掉 所以 及时的讯息是告诉你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怎么面对 专业的价值 我认为就是在这里 你想放空的 请跟上节奏 那时候我在空操纵 看起来是超级多头 对不对 拉回而已 当时最流行的叫 宝可梦概念股 空补 空再补 我赚三十块钱 所以 只要是最近 你出现高档利多 涨不动的高价股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最近美绿的利多超级多 你去查 这边都利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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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营收也利多 基本面也利多 消息面也利多 但是你会发现一些事情 它已经快涨不动了 所以这种股票 就是列为空方选项 进场空 这跟我当时在空心向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有些高价股高档转弱的 当然不一定每档都能空 像这种神盾 我就要小心 排股现在在这里震荡 它已经快要破季线了 小心 小心 因为只要高档一转弱 就代表不管是法人也好 投信也好 或者是忠实户也好 对于这一档高价股 并不看好 出完利多没有用 筹码见真章 所以当时我在空康友 440块钱 破线 急杀到385我补一半 55块钱 反弹到季线我告诉你空单 继续报 下来了 对不对 6452的康友 台股现在占上季线 它有回季线吗 你说 徐老师最近是因为葡萄王的事情 让升级股表现不好 我说 如果要这样子牵托 那所有的事情都牵托不完 形态上面早就转弱了不是吗 盘投的过程盘越久后面跌越凶 所以高档转弱的股票 我们昨天预告过了嘛 反讲 86块3毛钱我空 补 空再补 价差单30% 反弹上来79块3毛钱我再空 盘整过后小心 利多箭报 是非常糟糕的 量大好出货 你看这边报着一个这么大的量 全套对不对 昨天在这里 今天在这里 诶 那这边不是利多吗 那怎么今天破季线 所以只要是有利多的股票 尤其是某些个股 筹码已经开始混乱了 做头的 请你特别留意 那是好的空点 我昨天讲这档散热的股票 你知道吗 从17块 涨到121块 最近有任何的利多都涨不动了 小心 逢高放空 人去楼空 所以想要操作空单的投资朋友 请记得 先处理好你手上的多单 趁着这一波的反弹 把它给出掉 反手跟着我们放空 在未来 你会相信 整个风险来临之前 你是最大的赢家 就可以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大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0909 更大头顾 轴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更大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大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听说每月22号在桌 都很重要的事情 不知道 初一十五要四十五 20号是要干嘛 你好 我是能力资源导查员 能力资源调查